曾经被替报论文抄袭的大专题种秘书长 现任辅大教育学院院长郑晴玉 如今传出台北市立大学校念高成 为替校长戴侠联布局争取全国大专业教体育总会会长的位置 大啦啦的巧人士 要护航曾经浴进入北市大经济所当老师 戴侠联2016年许任北市大校长之后任期四年将界 如今被点名他开始另谋出路 把眼光放在下一届的大专题种会长宝座 当作自己的退路 拥有丰沛体育资源的大专题种 每年有近亿元的经费辅助之外 来自上业界的赞助更是不计其数 是体育界大咖的必争之职 而曾经浴担任大专题种秘书长 今年将满十年 戴侠联若是有意争取下届会长 当然想研览曾经浴壮大势力 北市大经济所今年5月底召开了教师评审委员会 当时担任主席的经济所所长徐台阁 就曾拿出本刊报道曾经浴的论文抄袭事件 建议排除真的应征之格 不过有委员却反对说 让我先去问问校长 真是不是他要的人 之后更有学院高层暗示徐台阁 所长你快退休了 何不做个人情给校长 结果该案卡关许久没有进展 因此传出北市大今年6月的校教评会 通过了一项临时动议 一般出师生彼为由 认为北市大经济所教室禁用延宕 已经严重影响学校招生以及信誉 指出该所若是再不开会处理 可由校教评会认定 不失任主管职务者后 由校内的人士是前请校长 解聘 这等于是暗示施压徐台阁 若再不处理曾经浴的人事案 所长职务控将难保 就算目前曾经浴的北市大人事案 尚未敌劣 却被指出戴侠领底下人 早已启动了提总会长的选举布局 而跨足体育政坛以及学界的戴侠领 不但在马政府时代获得了重用 出任体委会主委 目前更是担任马英九基金会的董事 即便在柯文哲执政的北市府教育圈 地位照样毅力不摇 但如今遭遭质疑 校方高层为了戴侠领 介入新聘教师案乔仁市 对象还是涉及抄袭争议的曾庆域 专门负面消息 势必将会再次掀起体育界的风暴